我们今天来到杨陵一家农业种植释放园区 是有几个农户他们合伙建立的一个合作社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棚 他们现在选用这个大棚这种钢钩的方式非常好的 他们称为叫做大跨度 并且称式的双模大棚 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它的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假如我们建一个大棚的情况下 好比说我们1000平方的土地 我们可能只能做出来 最高是700或者600平方的一个大棚 剩下的是很多是用浪费 但是它这个完全就可以提高了土地它的利用率 另外它的高度非常高 是非常适合这个大型机械进入到大棚里面进行机械化操作 这个又是和我们常规的大棚建设这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基础性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有选择性 因为你要考虑你后期的种植成本 假如说我们建造一个仅仅一个小日光的拱棚的情况下 那可能你的机械设备你是无法进入的 只能靠我们人工一点一点去进行操作 虽然说在建设成本你降低了很多 但是你后期的投入成本是会非常高的 不适合机械化操作 它用双膜那个大棚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温度的提升 正常的情况下 是我们日光温室大棚能提升两到三度 实际上别看着两到三度 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能起到救命的作用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大棚呢 同样在大棚的两侧 开了对称性的那个通风口 通风口呢悬挂了是一个 我看一下大概是五十目的一个防冲网 这种防冲网的第一个呢 就是防止外界它的一些成虫 进入到我们大棚里面进行产卵 产生那个幼虫 另外呢因为它采用了五十目 我看的话基本上针对那些比较细小的 好比说飞尸牙虫也能完全把的遮盖出去 也有阻挡出去 这样情况下在我们大棚采用 五公害生态种植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呢也就是说它这两个就是两侧的防冲网 也叫通风放风的地方啊是比较对称的 这样的话呢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空气流动 呃特别是在呃天热的时候 绿大棚的降温 今天呢我们来到阳陵 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员 是有几个农户他们合伙建立的一个合作社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棚啊 他们现在选用这个大棚这种呃 刚勾的方式非常好的 他们称为叫做呃大跨度呃非对称式的双模大棚 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它的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假如我们建一个大棚的情况下 好比说我们一千平方的土地呢 我们可能只只能做出来 最高是七百或者六百平方的一个大棚 剩下的是很多是用浪费 但是呢它这个完全就可以提高了土地它的利用率 另外呢它高度非常高 是非常适合这个大型机械进入到大棚里面进行机械化操作 这个呢又是和我们常规的大棚建设这块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基础性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有选择性 因为你要考虑你后期的种植成本 假如说我们建造一个仅仅一个小日光的拱棚的情况下 那可能你的机械设备你是无法进入的 只能靠我们人工一点一点去进行操作 虽然说在建设成本你降低了很多 但是呢你后期的投入成本是会非常高的 不适合机械化操作 它用双膜那个大棚呢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温度的提升 正常的情况下是我们日光温室大棚能提升两到三度 实际上别看这两到三度 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能起到救命的作用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大棚呢 同样在大棚的两侧开了对称性的通风口 通风口呢悬挂了是一个 我看一下大概是五十目的一个防冲网 这种防冲网的第一个呢 就是防止外界它的一些成虫 进入到我们大棚里面进行产卵 产生那个幼虫 另外呢因为它采用了五十目 我看的话基本上针对那些比较细小的虫 好比说飞尸牙虫也能完全把它遮盖出去 也就是阻挡出去 这样情况下在我们大棚采用五公害生态种植的话 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呢也就是说它这两个就是两侧的防冲网 也就是通风放风的地方啊是比较对称的 这样的话呢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空气流动 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 利于大棚的降温 我们dy Marvin 都现在这个电视或换温 还可以了的话 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在这一层的还是很好的 肝建树 好比较好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两侧的开始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看到文章 然后我们停 recall 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手段 把表面打得很好 然后我们寻找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边 棚和棚之间大量的杂草 包括一些从地里面出来的那些地膜随速乱扔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是种植户 在大棚管理这一会儿一定要注意了 及时的去清洁我们的种植院 不给那些病云的充卵造成一个危害的机会 然后再一个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你看好比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暖棚 我们进去可以看一下 刚才检测了一下土壤的算限值 多少呢 平均值达到5.5 这个中植户就是以前这个基地的负责人说 他们这棚才种了四年 四年 特别是像这种属于半杀性土壤 按说应该属于那种弱碱性的 能弄到5点多 就可见这几年它在施肥这一会儿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把这个土壤彻底去毁坏掉了 所以呢我们第一件事 就要去想尽一切办法 先把这个土壤进行改良了 再一个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出去再看一下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实际上搞大棚种植 面对的灾害啊 主要是一个风害 你看今天稍微有点风 以后整个棚没刮的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棚没一定要压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大棚管理这块 首先两个风口 前面还有我们的顶风口 一定要舍利这个防虫网 根据你这边虫害 就是种植作物这个容易发生虫害的一个情况的话 选用多少木的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 既然选择大棚种植了 那么我们把钱已经投到这了 就要去扎压心 做一种精细化的去工作 这样情况下才能对我们的产量啊 包括我们产品的品质这块提升啊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哈喽大家好我是邵岳 说要准备离地嘛 但是这个土壤呢 咱离之前 肯定是要先印地的 不然这个 离完之后不容易饱伤 土豆干很的话 总的拨进去不容易成活 所以咱就是说先把这个土壤给印一下 前几天呢 就是有几个熊孩子过来玩嘛 然后这个棚里边的曼灌带 就是买的地灌带 然后修的话又是一个大工程 而且就是耗费 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比较多 所以只能扯一个管子 单独这样喷着胶 没有什么好办法 像这种工作的话 我估计女生 没几个能干得来了 比如说女生 男生也不像有人愿意干 就隔着一会儿 弄的一身全是泥 手上拿着哪儿 粪啊什么的都有 这么累的 这么累或者说这么脏的活 估计也就是只有我这种女孩子出现的 能干得来了 大家中棚的时候 肯定也就碰到过这样那样的 令人窝火的事吧 不知道大家碰到这种事怎么处理的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或者是像这种类似于这种事情 如果出纠纷的话 要怎么去解决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一下 现在正在浇这个菜苗 是前几天剥的种子 现在已经出壳了 但是这个稍微有点缺水 再给它浇一下水 咱浇水的时候呢 像这种就是轻降雨 这种样式的往上喷一点 不容易把这个菜苗 或者菜籽给喷上来 对这个刚出苗的幼苗还是比较好的 不知道大家育苗棚里面是什么装备 有比我这个好的 能发个图片上看看吗 觉得本期视频还可以的话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个赞哦 不需要 感谢观看